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凯博Talk Show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就是 如果蜜蜂绝灭的话 人类只能在地球上存活四年 这句话是怎么样呢 没有蜜蜂 没有兽粉 没有植物 没有动物 当然也就没有人类了 是不是真的这么严重 所以小小的蜜蜂 为什么会在自然界掀起了这么大的波涛 当然蜜蜂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生物呢 所以在今天的凯博Talk Show里面 我们为您请到了两位养蜂达人 为您探讨的 这就是我们城市养蜂 非常热门 非常夯的话题 我们首先来欢迎 这是来自我们双溪的光石舞友善庄园 蔡俊宏 蔡老师 欢迎蔡老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叫蔡俊宏 我们目前是在新北市双溪区的光石舞庄园 从事种植还有养蜂的工作 那目前也有在台北市信义区的信义社大里面 教授城市养蜂的课程 好 欢迎蔡老师 谢谢 再来第二位养蜂达人呢 他是养蜂经历已经十多年的 人称二马老师的冯杰瑞 冯老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冯杰瑞 目前在金融业 那养蜂是我的业余的爱好之一 养蜂已经有十多年了 主要养殖的是台湾本土的蜜蜂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两位老师 那么其实在今天呢 相信观众朋友都非常的好奇 我在开头上面有讲一句爱因斯坦的名言 如果蜂类蜜蜂绝灭的话 我们人类只能活四年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 这个数字会不会太浮夸了 老师你认为呢 实际上爱因斯坦讲过这句话 他有经过一个演算推演的一个过程 是精善的 对对对 那因为人类要存活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要素 就是我们要适当的食物 足够的食物 那在自然界中 就是说在我们人类的种植 种植的环境里面 大概有35%到40%的作物 需要靠昆虫或者蜜蜂来授粉 对 那再加上这些 我们所种出来这些作物 它还有一些副产品 比如说像小麦 我们可以把它磨成粉 去做面包 去做包子 这些东西 那如果再加上这些东西的话 大概人类的食物里面 大概有75%到80% 是跟昆虫授粉是有关系的 那昆虫授粉里面 蜜蜂又占了八成以上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就是说 蜜蜂这个昆虫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2007年的时候 实际上在美国曾经有发现 美国政府曾经有发现 就是说当年度大概有30%的蜜蜂 突然间会消失掉 这个也就是说过去这几年 我们实际上在电视节目里面有看到的叫做 它叫做蜜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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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蜂蜂������ 其实目前比较证实出来 大概是一些类泥古丁的一些农药 像我们除草记 很多农药里面 其实都含有这个类泥古丁的农药 那当小蜜蜂出去采集的时候 吃了类泥古丁的农药之后 他的那个记忆力会 记忆力还有学习能力 会慢慢慢慢的丧失 他不会马上死亡 他不会马上死亡 所以他就回不了家 他根本认识不了自己的家在哪里 他没有办法采蜜了 对 所以当年2007年度的时候 他们就统计大概有30%的蜜蜂 是回不了家的 那当我这么多的兽粉蜜蜂里面 30%不见了 你就知道造成这个国家 他的粮食的生产有多大 多么严重的伤害 应该这样讲 当蜜蜂回不了家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采蜜 当然我们这个蜂巢里面的蜜蜂 他就没有办法 几乎是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了 对 好 那其实刚刚老师提醒大家是说 几乎是因为农药的关系 可能说很多农夫啊 我们在这个农作的时候 我们喷洒了农药 那结果连蜜蜂都遭殃了 对 是 所以说这个蜜蜂 对于这个生态界 我们是维护生态平衡 它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在运作 厄马老师 我们知道蜜蜂它主要的粮食就是花蜜 对 它同时呢它也采花粉 所以呢 因为它主要就是吃花蜜跟花粉 所以大部分的植物呢 就会需要靠它来授粉 那有蜜蜂在呢 植物的授粉才能够完成 它也才能够完成它结果跟繁衍的这个目的 是 所以蜜蜂不在了 也就是刚刚您讲的爱因斯坦说过 如果蜜蜂不在了 很多植物就没有办法繁衍 没有办法结果了 那它没有办法结果就影响到很多的 不只是人类 这个大自然有很多的昆虫啊 动物啊 它要靠植物 要靠果实 要靠这些种子来存活 所以蜜蜂在整个生态界里面 它是食物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 它对植物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是 不过我打一下叉 我觉得您刚刚有讲说 它是以花 我们来授粉嘛 是 然后来做一个这个植物的繁衍 可是在都市有这么多的花吗 对 还是还有其他的植物 都市里面呢 其实我们有花的种类 远比在一般的这个就是 农业的区域要多得多 我们知道那个 现在大家都在推广绿化嘛 对 绿莓化 所以除了行道树以外 台北市啊 这些都市里面有很多的公园 还有学校 都种植了大量的植物 那里面很多 那里面很多 是 很多植物都是会开花的 是 那就提供了蜜蜂良好的蜜圆 比如像什么 譬如说以台北市来讲 学校里面种了很多七里香 种了很多这个羊体甲 羊子精 那露树上面来讲的话 有台湾蓝树 然后还有百千层 这些都是对蜜蜂来讲 是不错的蜜圆 哇 哇 谢谢老师 所以说其实颠覆楼的想像 我本来以为蜜蜂只能在花上面 才花蜜 如果没有花的话蜜蜂也就没有办法受粉 其实不是 是很多的绿色植物它都是有办法去受粉 好 那接下来老师就要为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认识一下这个蜜蜂 所以全世界的蜜蜂到底有多少的种类 其实我们有分东方蜂跟西方蜂 对不对 请老师介绍一下 对 那这个字卡里面大概有详列出来 大概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蜂种 其实蜜蜂是属于摩刺木昆虫里面的 那摩刺木昆虫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族群 一个族群 那所以全世界大概有2万多种的蜜蜂 那也就是说有像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一个主题 就是东方蜂 也就是台湾蜂的部分 那也有我们在各个农场 比如说我去什么农场 或者是说养蜂馆里面去看到的蜜蜂 那是叫西洋蜂 那除了东方蜂跟西洋蜂之外 其实也有虎头蜂 那也有我们在外面很多温室里面 在寿粉用的熊蜂 那甚至有在东南亚地区 我们有看到有一些小排风 那有时候我们在在YouTube上 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影片 或者说照片 网路上有一些照片 像在云南地区 很多人从那个悬崖上攀爬下来 去踩那个非超级大的 那个就是大排风 那大排风踩 不同种类的那种蜂种 对 那很多人讲到蜜蜂也会去想到 是不是有 之前都有听过那个叫沙人蜂 那沙人蜂基本上就是 有毒啊 会遮人啊 那是灰州化蜜蜂 那在美洲地区那个会比较多 对 那亚洲地区就没有那样的蜂 其实蜂种非常非常的多 那甚至最近这几年 还有一些 有一些团体在推 像那个吴泽风啊 甚至是一些独居风 独居风 像我们有时候 会在自己家里的阳台 阳台上面有看到一个 类似 类似脸蓬头那种草 那个是长脚风 有些人他自己 帮他组了一个草 那个独居风 他就会 超超的飞过来 就在这里租下来了 对 所以蜜蜂的种类相当相当的多 是 好 那老师一般来讲 大家讲到蜜蜂都会想到 那个黄色的样子 然后拍着翅膀 翁翁翁翁翁不停的飞 来老师 这个就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 我讲的这个是西方风 对不对 对对对 对吗 有没有错 对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在 对 目前在农场里面看到 就是说 在农场里面饲养的风 其实台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大家饲养的风 大概都是这种洋风 西方风 对西洋风 那另外还有一个叫东方蜜蜂 东方蜜蜂 在台湾我们通常都讲它是野蜂 或者是讲它是台湾蜂 是 那在日本 他们就叫它日本风 日本风 在大陆就叫它中国风 中国风 那也有印度风 喜马拉雅风 其实有蛮多蛮多的东方风 好 老师 那看到这边 大家可能会很好奇 因为我们这个风 在全球的种类 因为地区 我们有帮它分类西方风 跟东方风 对 好 那他们的这个采出来的蜜 这个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这种不一样 采出来的蜜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区别 是 那个 因为西洋蜜蜂的话 因为基本上它体型比较大 它采集能力比较大 也就是说 但是它 也就是说它比较适合 大面积作物的 作物的采集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走到中南部地区 我们去看一大片的玉米田 一大片的水稻田 一大片的满山的龙眼 龙眼树 当它在开花的时候 荔枝龙眼树 对 就看到很多蜂蜂 会把蜜蜂搬到那边去 去采 去采龙眼蜜 是 所以 像那个西洋蜜蜂 其实它 它比较适合 就像这样大面积的采集 可是在台北市 其实在台北市 你看不到一大片的玉米田 当然也不太可能 像厄马老师那边 对 不大可能看到一大片的薰衣草 所以 其实我 我跟厄马老师 基本上是蛮推荐人家 就是说 休闲养蜂 休闲养蜂 在台北市是养东方蜂 为什么 一个是说 东方蜜蜂 它基本上 它是一个台湾土生土长 本土的一个风种 对 那原来就是生长在这块土地 因为人类开发之后 才把慢慢慢慢往山上赶 那当然我们需要 留一点空间给他们 今天我们可以 已经大家生活物质 都到这个阶段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留一点空间给他们 其实善待他们 也是善待我们类 对 那特别是 在三年多以前 其实东方蜜蜂 台湾蜂在 这块土地上 有碰到一个中狼病毒的一个侵袭 对 那时候在北部 对 那时候在北部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就是大概 而且那个蜜圆也都减惨了 对 大概95%的蜂群都灭绝掉 北部的东方的台湾蜂 大概95%都灭绝掉 所以在那一段期间 其实非常惨的 你在台北市的公园 甚至在野外 台北北地区野外 的一些旁边的咸蜂草 你几乎看不到任何一支台湾蜂 那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原因 所以二马老师跟我这边 其实我们大家都在 在 基本上是希望帮台湾蜂 尽量去做富裕的工作 让野外尽早 台湾蜂可以 对 遍地的飞舞这样子 是 所以说其实 有老师这样子 分享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实蜂类的这个 养护 然后以及它的生长状况 可以算是一个这个 环境 环境好不好 其实我们就是看这个 蜂类蜂群 这样子成长 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对对 那不过接下来 我们请大家看一段影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蜂类 是如何的生活生成的 哇 刚刚看到这个影片 大开眼界 这个是万蜂砖洞 里面有一只比较大的 看起来是蜂后蜂王 对不对 他们好像在簇拥着这个女王 那老师请问一下 这个蜜蜂它的一生是怎么样过的 蜜蜂其实它是一种分工非常细的社会化性的昆虫 我们知道它的分工很细 然后它一个蜂群里面主要就是蜂王 公蜂跟雄蜂三种 我这边准备了两个图卡 可以来让大家更容易的明白 这一个是它的生命周期 那主要我们目前有在饲养的一个是西洋蜜蜂 刚刚蔡老师有介绍 另外就是我们推广的东方蜜蜂 也就是台湾蜂 它蜂王跟公蜂和雄蜂 它的寿命都不一样 那以公蜂来讲 它最主要在幼虫期呢 就是在蜂巢里面发育 等到它羽化了以后呢 它就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内勤蜂 内勤蜂主要呢 它的工作就是打扫蜂巢 喂养baby 喂养幼蜂 跟酿蜜 还有造草 跟人类来讲housekeeper 是 它比较不会出去外面工作 就是在蜂巢里面担任内勤的工作 所以我们称它为内勤蜂 它这一段期间呢 大概是羽化以后 前20天 羽化以后的20天左右 那20天以后呢 它就开始外出彩蜜了 成熟了 我可以分工 它就可以也已经长得够强壮了 就可以出去工作 毒力了 去采蜜 采花粉 或者是采水回来 水啊 是工蜂也会采水 它的蜂巢必须要控制在34到35度的恒温 是 它有时候必须要靠水蒸气来把温度降低 是 那它另外它也要喝水 因为它储存的蜜 浓度是比较高的 当它要利用的时候 它必须要配合水 然后呢 生命最后的一个周期呢 它就担任守卫的工作 就大概工蜂的平均寿命是羽化以后 差不多是两个月左右 是 然后它采蜜也采不动的时候呢 它就在蜂巢的门口 是 或者蜂巢里面来抵抗外物 因为我们知道蜜蜂 它一旦盯了敌人以后 它自己的寿命也就终了 OK 所以它利用生命的最后阶段来担任 首位抗敌的 壮烈牺牲的意思 那在这个社会化里面来讲 它的分工是非常科学的 而且非常精细 好像似乎都不太需要人教这样子 是 所以说 这个大自然的造物 对 真的 你看小蜜蜂一只 从它生出来之后 它羽化几天之后 它就知道怎么去清掃 那比如说像人类来讲 我从小生出来 之后去读幼稚园 读小学 读国中 读高中 读大学完之后 去读个建筑系之后 已经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之后 我才可以开始慢慢学盖房子 可是小蜜蜂 它生出来几天之后 它就开始在盖 那个六角形的房子 而且老师更看我叹为观直的就是 他们 我一直很想问的是说 当一只公蜂 它还没有外出彩蜜的时候 它怎么会知道哪里有食物 是同伴会跟它讲吗 还是他们有一个暗号 我们看一段影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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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这段影片呢 我们请老师为大家解码一下 这个VCR刚刚这个蜜蜂 它就是它的臀部在跳舞 而且有快有的慢 这是怎么一回事 对 这个就是说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蜜蜂 它沟通 蜜蜂之间沟通的一个 一个语言 其实大家不要小看这个 这个东西 它叫八字五 那曾经有一位科学家 因为八字五 他得到诺贝尔奖 奥地利的一位科学家 对 是 对 那基本上它就是透过这个八字五 去跟旁边的风 你一看它回来的时候 它在跳八字五的时候 旁边是有一些小蜜蜂 围着它在看 是 他们是在接收一个讯息 它刚刚这只蜜蜂出去 在哪里采集 它在哪个地点 是 它发现了一个很大的 一个蜜圆在那里 是 那它透过这个跳舞的 跳舞的程序 去跟旁边的小蜜蜂 跟它讲 诶 那个方位在哪里 距离有多远 所以它是一个 东心北纬多少度 对 可是它这个不是像我们人类 用这样的方式看 是用一个太阳为基准 对 太阳跟那个蜜圆的地方 这个就有学问了 因为小蜜蜂 它头顶上有三个单眼 那三个单眼 基本上是在跟太阳去做定位 哦 太阳之子 就是说 它回来 它刚好跳的角度 刚好是这个六十度的这个角度 对 在草皮上大概是六十度 这个角度 那太阳 基本上这草皮 垂直的地方就是太阳 是 那实际上现在的太阳 假设在那边的时候 诶 那蜜圆大概六十度 所以那个蜜圆就是在这边 六十度那个地方 是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科学的一个 是 所以它的头有的时候会往上 有时候会往下 对 就是因为那个蜜圆的这个距离 跟远近 对 所以这么一个科学的传导 可以让这个同伴们 非常这个精准的知道这个蜜圆的位置 我们才能够有效的分工 我们进一段广告 爸爸 让迟行车先行 两边都迟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我张飞喝酒不弱人厚 哥哥 我先回去了 且慢 三弟 喝酒千万别开车啊 放心 我千杯不醉 嗯 别逞英雄 酒驾害人害己 小心被重罚判刑 啊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 开车摊杯 保证你乐极生杯 那如何是好啊 简单 酒后回家指定驾驶 一 找家人在 二 请朋友带 三 叫小黄来 为了安全 那我还是搭小黄好了 聪明选择 酒后不开车 回家平安归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嗨 大家好 我是汪茨曼 即使高速公路 应保持安全距离 在国道上 小行车请将速度除以2 大行车请将速度减20 进入雪山隧道时 与前车保持两个细行线 或是与前车保持两个消防栓的距离 这是大约50公尺的距离 大行车 则需与前方车辆保持100公尺的安全距离 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状况 千万不可以跟车太近哦 哇 真的是非常有趣 而且很有学问老师 这个八字五 所以就是可以让其他的同伴知道密缘的距离 还有位置 而且它是以太阳作为基准的 好奇妙哦 那其实我在这边大概再说明一下 就是说 刚刚我们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 其实你是看到 这个假设我们是槽框 就是这个槽框 那密封采集密封回来的时候 你一看它 其实基本上它的角度 就在槽皮上跳舞的那个角度 在那晃晃晃跳舞的那个角度 其实基本上是朝同一个方向 那同一个方向就是直的 基本上就是我密缘的地方 那如果以这个图卡来讲的话 这一只小蜜蜂在这边抖抖抖 之后它会回来一圈 那之后继续抖 再从这边再绕回来一圈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这抖的频率就是 蜂巢跟我密缘中间的距离 当它抖越快的时候 它距离会越近 越近 对那抖越慢的时候距离会越远 那这个角度呢 这个角度就是说 我们刚刚有讲 比如说它这边抖 跟上面大概有一个夹角120度 那这上面就代表太阳 那我风 假设现在风箱在这里 那现在太阳跑到 跑到那个位置 另外一头 另外这个位置 那我们这个就转过来 刚好太阳是在那一边 它刚跑的角度 大概是这里的时候 就代表 那个位置就在哪里 密缘就在哪里 大家可以想像 自己想像一下 对这个可能要稍微 稍微想像一下 可是大家可以去想像 就是说 基本上一只蜜蜂 它经过这样一个跳舞的程序 旁边的小蜜蜂 也从这个跳舞的程序里面 去知道我的密缘在哪里 是 它这个 它们从小没有学过几何学 是 也从来没学过算数 可是它 在出去采集之前 它 采集风大概基本上 就是两三个礼拜的时候 它就出去采集了 是 它只是出生之后 两三个礼拜之后 它就懂这一个舞蹈的密码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小蜜蜂它多聪明 对而且 它根本不需要透过一个 这个学习数学 集合学的一个过程 那如果说这个采蜜的地方 太远的话 它们会放弃吗 还是 对 基本上一种蜜蜂 它有采集的一个范围 那像东方蜜蜂来讲 它大概就是一到两公里 那以西方蜜蜂来讲 它可能会拉到三公里左右 这么远 对 台北到新北的距离 哇 好辛苦 对 那其实因为老师养蜂 也养很久了 所以说两位老师 对于这个风类的生活 习性 我们都有一定的观察 我们当然有一首歌就是 嗡嗡嗡 有没有 我们的市长也很爱 把这个歌挂在嘴边 他们的工作真的很辛苦 老师他们都几点起床上工 用起床这个字 对不对 那个基本上 就是说 因为我现在都比较早起床 大概都差不多四点左右就起床 天啊 那起床其实第一件事情 我并不是去刷牙洗脸那些 是 那很习惯性的走到 我房子旁边的一个风群那边 是 因为那个风群其实它 它比较积极 我满满喜欢去观察那个风群 嗯哼 我通常大概这 以目前这个时间点 大概就是四点二十 它第一批的采集风就回来了 四点二十 所以现在天应该还没有 天还没有 四点多 对也就是说太阳出来 出来之前 出了地平线之前 其实它的紫外线已经 已经透出来 那透出来之后 蜜蜂透过头顶上 这三个单眼 它就有办法去定位 定位我的家在哪里 是 它照昨天的记忆 先去那个地方去找蜜园 是 根据昨天的记忆去找那个蜜园 如果有的话就在那边采集 没有的话就在附近 再继续再绕这样子 是 所以您发现它四点二十分就 出去还是回来 已经回来了 那它出去的时间 你就看它肚子已经饱饱 就是蜜蜂它很好玩 它基本上它是把蜜吸进 自己的嘴巴 放进它的蜜囊里面 但是不吞下去 对 它不吞下去 它不吞下去 它蜜囊跟肚子 消化的肚子 中间有一个隔膜 是 它平常是隔起来 它不会偷吃 放心好了 它不会偷吃 还要回馈给大家 可是它 当它吸饱了蜜之后 你会发现 它的腹部 它是拉长的 而且变透明 所以你从它回来 你就可以知道 它是不是有吸到蜜 那回来了以后呢 它四点钟出去 二十分回来 一天有这么长的时间 什么时候休息 二马老师 对你发现 它的一天在干嘛 是 蜜蜂我刚才有提到 就是说它的分工非常的细 对 一大早天还没有亮 它就出去 它靠着紫外线 它就能看清楚 听啊 比我们的要进步得多 对 它一旦找到蜜园以后 刚才蔡老师有提到 它会把这个蜜园的讯息 传达出去 用一个八字五的方式 是 然后也就告诉其他的蜜蜂 蜜园在哪里 那大家就轮流的出去采蜜 是 它从早天没亮就出去采 一直到天都已经黑了 它才会回来 尤其是东方蜜蜂 东方蜜蜂工作的时间 远比西方蜜蜂要长得多 虽然它的采蜜量比较小 个子比较小 是 但是它工作时间比较长 是 所以它等于从早 一直工作到晚上 是 那个 我们常讲 伟人可以看这些动物 来激励自己 真的 蜜蜂其实也是很好 激励自己的 我们其实 我这样看看 天没亮就工作 是 而且不管外情风 内情风都不投来 OK 各有各的 各知识其所 是 各个人担任 各人的工作 是 都非常的勤奋 而且老师刚刚有讲说 其实蜜蜂在它不同的阶段 我们担任不同的工作 但是 我们当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 直到它 那个功成身退为止 是 它都有它的工作 好的 那老师接下来 为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的蜂 有很多种种类 对不对 尤其在台湾 大家听到 这个蜜蜂就会有一个概念 其实我们要给大家一个正确的概念 蜜蜂跟虎头蜂一不一样 那在台湾到底有哪一些常见的蜂种 请老师分享一下 是 那个 这边有一张图卡 主要台湾常见的虎头蜂有这几种 大家也爱注意 蜜蜂其实是很温馴的 像我跟蔡老师在 在整理我们在 在 就是养蜜蜂的时候 不管是开箱看他们 或者提草皮 基本上我们不带户具 他也不会叮我们 所以台湾的蜜蜂是很温馴的 是因为你们跟他熟了 他们才 对啊 其实蜜蜂你只要对他 这个温柔一点 他基本上就不会攻击人 那会攻击人的呢 主要就是虎头蜂 太粗鲁了 对 对我们有威胁的主要是虎头蜂 我们常常看到新闻 登山的人啊 或者是务农的人 会被虎头蜂 对 那尤其是 以这么多种虎头蜂里面呢 尤其是这前两种 就是中华大虎头蜂 又叫台湾大虎头蜂 是 他的毒量特别多 一般人讲 一只虎头蜂 就可以钉死一头牛 这个是真的 是 中华大有这样的能力 好的 因为有的人 尤其是有过敏体质 被钉到以后 除了有过敏的反应 造成呼吸困难以外 甚至有可能造成肌肉溶解 那就很难救了 所以他的死亡率非常高 另外一种呢 是黑腹虎头蜂 他个子虽然不大 但是呢 他的领域性很强 甚至离他的槽 50公尺他都会攻击 我们常常碰到登山的人呢 被虎头蜂攻击 就是你经过了他的槽 那有可能因为人多 或者动作大 甚至可能登山的人 有衣服比较鲜艳 或者涂了香水 是衣服鲜艳还是颜色暗 因为也有一说是说不喜欢黑色 对他不喜欢颜色比较 特别鲜艳特别暗的颜色 你如果穿浅色的衣服 浅色的衣服他比较不攻击 那你经过他的蜂巢 就有可能会引起他的攻击 那对人都是有一些危险 那一般的蜜蜂来讲呢 其实对人是很安全的 是 好 谢谢老师的分享 其实通常 我稍微补充一下 通常虎头蜂跟蜜蜂都一样 其实他们出来采集的时候 并不会去攻击人类 就算是虎头蜂 他在采集的时候 通常也不会攻击人类 所以不要看到 就算我们在野外 看到一只虎头蜂在那边 他要去抓小蜜蜂 其实你就算在他旁边 他也不会去顶你的 是 不用去担心 虎头蜂也没有那么可怕 但是你要了解他的习性 是 好 谢谢老师的提醒跟分享 所以说呢 我们要养蜂 我们首先还是要了解他 那我们也谢谢大家今天的观赏 我们凯普Talk Show 下周见 拜拜 我们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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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周见